你最近這十年 你買在不好的價位 算一算最低最低 大概都會有6% 我想說 那你為什麼不投資它 那如果說今天你在做這種 存股的動作的時候 一樣嘛 因為我們說過去十年 我們已經知道它的皮鞋的狀況 那我們假設一種情境就是說 你每一年都買一點點 而且你每一年喔 你都是在它除息之前的最高點 夠賽了吧 對 我是說你某一年買在最高點 你已經很倒霉了喔 你連十年 年年都在它除息之前的最高點 就菊花開的時候 就特別想要買古教 我說你能夠 奇怪了 我說這個叫倒霉王吧 地獄倒霉鬼 如果發生這種狀況 你的殖利率都還有5% 我說你覺得你的感受如何 是 你會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不太可能發生 這麼倒霉的事情 但是萬一發生都有5% 就代表說我對於政黨個股 未來長期持有的 所謂的年殖利率來講 絕對會超過5% 所以聚寶粉鼓的 它的意義就是在於就是說 它不管怎麼樣 它錢就是還是會慢慢進來這樣 對不對 而且我們就是假設一個叫做 可能的最壞 可能的最壞 就是我買在不好的家 你不能假設它變成壁紙 因為這個叫做理論上 對 如果要講理論來講 雷曼會倒 那你要說台積電可不可能會倒 我也會講有可能 對 所以這種理論上的東西 我們暫時不予討論 但是我要討論的是 在實務上面 有沒有可能買在除息之前 不好的價位 對 這個有可能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怎麼找 要怎麼找 這個很簡單 聽起來很棒 但是要怎麼找 這裡有一個叫做GoInfo 就是那個台灣股市資訊網 這不用錢了 不用錢 然後你就在這邊 這邊上面你就輸入股碼 股碼 然後股票代號 譬如說你輸入6189 然後你輸入進去之後 這麼隨意 對啊 隨意 所以你這個是查過 已經符合那兩個門檻了 然後它在這邊有一個叫做 經營績效 經營績效 然後經營績效來講的話 你稍微往下滑一點點 因為其實這些人說在 他們才叫有佛心 它會幫我們做了很多的真意 在經營 然後在這邊 有一個叫做鼓勵筒計 就是你稍微滑鼠往下動一點 這也叫鼓勵筒計 是 然後你點了之後 然後你就會發現 它在這邊做了就是超過10年 超過10年來講 在中間有一個欄位叫做 殖利率叫做最低 最低的殖利率是代表什麼 你一定買在不好的價錢 對 你買在除息之前最不好的價錢 代表你有最低的殖利率 然後你發現這檔最低的殖利率 以最近這十幾年來講的話 再怎麼爛都將近6% 6耶 然後我就會講是說 因為你不要刻意地去挑最高 對 挑最高來講的話 我是說你可以做夢 可以這麼夢 但是在食物上面我有可能不小心 買在不好的價位 是 但是它已經告訴你 你最近這十年 你買在不好的價位 算一算最低最低大概都會有6% 我會想說那你為什麼不投資它 對我來講說它不就是好股票嗎 所以你搞不好還不知道它在做什麼的 你可以事後再去花點時間去研究 譬如它是什麼 它是做窗簾的 還是做半導體的什麼東西 你可以再花點時間看 但是因為它具備有這種特色 就像我剛剛有強調 這種特色它不是今年有 不是去年有 而是這十多年來都有 而這十多年來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 包括台灣發生太多的事情 那它都能夠維持這樣子的水準 那我們就必須去假設 它的未來具有一定的抗壓力 是